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些课程的第十四讲 在第十四讲里面 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 关于静字 以静字之间转换的一个话题 OK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一节的课程大纲 那么在这个大纲里面 这一节内容里面 稍微多一点 我们要分成上下两集 OK 好 我们在上集里面 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十净字 二净字 跟这个八净字和十六净字 分别是如何去表示的 好吧 那么在下集的这个内容里面 我们给大家介绍 这个补马和这个净字 这个之间的这个转换 特别是这个十净字 跟二净字之间的一个转换 OK 好 那我们来先看一下 这个首先是十净字 这个内容 这个十净字大家应该都应该在上学的时候 都应该听过这个听的比较多的 是吧 一种计算方式 是吧 对 我们说人类普遍算术都是采有十净字 对吧 这可能是跟说人类有十个手指是有关系的 对吧 因为总共就十个手指 是吧 普遍大家 OK 那么这里面我们看一下 有一个叫亚里斯多德 他称了这个人类 普遍也是使用这个十净字 说只不过呢 是绝大多数人生来就有这个十根手指头 对吧 这样一个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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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这个这个绝拨学上的一个事实的一个结果 大家都有 基本上啊 不会残缺的都有十个手指 对吧 这个意思 那贝哥 亚里斯多德何许人意啊 这个亚里斯多德是吧 小白你听过那个亚里山大了解吗 我现在就亚里山大呀 我现在就亚里山大 不是亚里山大 是这个古希腊有一个著名的这个政治家军事家叫亚里山大大帝 哦 亚里山大大帝 对亚里山大大帝 哎呃 其实亚里山大大帝呢 就是这个亚里斯多德的一个学生 学生 对你说哎呀 亚里山大就已经非常非常流逼了 这亚里斯多德是他的老师是吧 对对对对 那他几乎是更流逼 哎哼哼更流逼是吧 哎对他就是他也是一个古希腊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政治家或者科学家 啊 就是 这贝哥说的话人都看不懂啊 哎哈哈 啊 所以说呢这个实进制啊 我们的这个呃就是逢十进一是吧 逢十 逢十进一就是由这个由我们这个零到九十的数字对吧 哦来去表示哎到十的话就用这个一零来表示对吧逢十进一还是我们普通算数都是用按照这个这个这个进制方式来计算哦 OK这个能比较好理解一些对好吧 OK 然后这是我们的十进制 那我们再看这个二进制啊 嗯二进制来说呢呃就这个进制呢是这个计算机啊他是以这个二进制来保存的这个稍微有点计算机基础同学应该都比较了解了是吧 对二进制来去保存这个数据的对哎就说这样的话他进行的计算的话就越简单对计算机来说数字越简单越快是吧对哎 那么二进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逢二进一当然实际是逢十进一对不对对好这个 逢二进一也就说在二进制里面呢只有两个数值来表示对不对就是这个 零和一 哎零和一对吧零和一这两个数值啊来去进行表示的 那比如说呃这个呃 呃那我们再表示这个十进制的十啊 如果是要转换为二进制的表示方式的话那就是这个叫 1010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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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呃这个呢我们这是两个对应的一个一个表示方式啊那后面呢我们会给大家去 啊分析呃十进制跟二进制究竟怎么会转成1010对吧 嗯是不是啊如何去转换呢我们后面再说好OK好这就是给大家一个体验就说10跟二进制里面要量它的一个对应关系 嗯太三等了是吧对对是相等的哎这个意思啊OK 好啊那么这个呢说计算机信息存储的单位啊我们大家知道还有一个概念叫位是吧对叫比特是吧比特上一个我们已经说过啊OK那么在这个 二进制呃数码里面0跟1啊0跟1那么是计算机存储信息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单位了那么字节呢啊我们改说了这个由八个位来组成是吧对八位的那表示呢一个完整的处理单位就是八个二进制数码啊这数码也就说一个字节的话就应该有八个 比特比特对吧对吧八位八位那么它就是由八个这个0或者是1来去表示的对吧对它就表示这样的那就是这个二进制的一个计算方式逢二进一对吧逢二进一OK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啊还有一种计算方式呢就是这个八进制啊志愿机里面 哎积数呢那就是以八为积数是吧逢八进一了吧这样哎对对对聪明是吧一眼就通啊刚才我们这逢二进一逢十进一现在就是逢八进一了对吧OK那么在交易中呢我们这表示这个八进制的时候呢这里有个特点就是它要以这个 以这个0开头是吧以这个字啊为开头那么如比如说这个0123是吧0123啊这个方式那么就表示这个 这个八进制数啊八进制数啊那么这个八进制数呢如果是要换成二进制的话呢我们可以把每个八进制数啊替换成这个三个二进制位哎就可以了 如何替换呢怎么进行替换呢比如说啊我们二进制如果是表示零应该二进制应该有呃比如说我们有八如果是一个字节的话应该是八位是吧对那表示零的话是不是这个八个零啊 嗯对吧对吧这二进制表示方法里面就是八个零对吧哎我们说那就取啊比如假如说我们取三个零吧 嗯对吧前就是后啊最右边三个零啊最右边三个零那八进制里面就是表示零 嗯三个零表示一个零吧OK那如果八进制里面表示一 一那我们在二进制里面就表示零零零一啊如果八进制里面是二那我们应该二进制就是防二进一嘛对吧防二就是再加一啊这个零零一再加个一的话应该是两个一相加就是要进一了是吗 嗯进一再进一呢进完一以后是不是要不然零了所以就结果是不是零 零零零零零是吧结果就是零零零了OK还是这样一个方式了啊 好呃那么三我们就是哎是不是再加一啊再加一刚才在这个零零零就当再加一就是变成零零零零了是吧零零零了OK是那么看是不是要进一啊是要进一加一是吧 嗯两二一相加就是进一了进一那进一一又进一是不是要变成一零零零零了对吧所以四就是一零零零以此类推啊以此类推那么到达七就是变成了是吧 111是吧也就是111在八进制里面它是最大的一个值了是吧你再加就是要进了 哦叫进一了就变一零零了对吧就是零到七八个数是吧对吧零到七八个数再往前进了就是哦再往前进是这个意思OK好那么就是八进制跟二进制之间的一个呃一个转化好吧好呃那么这个八进制呢呃那我们现在在机箱机里面啊已经很少使用这个八进制啊因为它的表示方式呢呃应该说是它的表表示方式呃不太就说 呃多不多少不少是吧呃所以说现在呢计算机里面就很少用这个八进制来进行存取数据的哦OK所以这个呢大家就呃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好OK好我们看下一节哎还有一种表示方式呢就是以这个十六进制的表示方式哎这种十六进制的表示方式呢呃呃又比那个二进制来说它又更科学一些哦哎比如二进制呢它表示方法是不是太这个呃永长啊 嗯它长了那你来表示对吧因为这就零一嘛嗯如果是一个三它就要用用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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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来表示啊啊110 是吧嗯三三是比较零就是零嘛01嘛是吧一就是 一就是多少 00004个0就是1是吧哎就是0是吧加1的话就001就是1是不是啊啊2的话就是10是吧1010然后3就是11吧对11哎你看它就这种方式去去去增长的啊那么呃呃在程序里面呢说一般呢存储数存储的是吧一般使用16进制 因为16进制它能表示数更多是吧哎比如说它不止0和1嘛它有16个数去表示对是不是它表示方法就来说呢就会不会更加的这个这个这个简洁一些啊啊对吧会更加简洁一些就这个意思 那么16进制呢它基数就以16为单位逢16进一是吧逢16进一那么呢它逢16进一那我们从0到90才只有几个数啊10个数是吧那从11开始到15如何来算呢哎这里就是以这个什么ABCDEF对吧哎这6个还去表示就从10开始是吧嗯从10开始是吧 10就是A对不对哎10就是A啊这种方式来去来去表示ABCDEF啊啊加起来是不是16个数啊对吧刚好就是16个数了OK好那它表示的格式我们一看到这个什么样的数字是16进制数呢哎它也有它很明显的特点对吧很明显的特点就以这个0X开头的是吧或者大写X啊这个方式开头的那么我们就可以 哎它就是以这个就是16进制数啊啊后面后面呢它有个特点也是啊加上这个ABCDEF 对吧哎哎这个也比较好认是吧比较好认OK那么16进制转移到二进制呢也就只需要把每个16进制数数字啊t外为相对应的4个二进制位就可以了哎这里我们列出来一个这样一个表是吧好那么比如说二进制里面的4个0就是16进制的0对吧1就是1是吧哎这个001就是1 那么10就是2是吧11就是3对不对OK100就是4跟刚才一样的吧对哎那么到这儿你看7就是113个1嘛就8进制里面的3个1是吧对OK8就是1000是吧哎就用1000来表示那前面还有4个0啊好9就是1001对吧 对哎那么到这儿你看7就是113个1嘛就8进制里面的3个1是吧对OK8就是1000是吧哎就用1000来表示那前面还有4个0啊好9就是1001对吧 10来表示啊不是用10来表示啊并用这个哎表示1011表示11是吧12131415对吧哎这样的方式来就表示OK好那这是我们这个呃进制的这个方式好那我们上集呢就给大家先介绍到这里威哥在手天下我有下集再见 了